一补就上火 体内必有寒湿 教你散寒去湿绝招 补足正气还不上火 如果你吃补药补品就上火 这可能是寒湿太重了 今天崔升教你一个散寒去湿的绝招 补足正气的同时还不上火 让你的补品啊畅通无阻的被身体吸收 中文上讲 寒湿本质上是阴邪 阴邪的特性是什么呢 损伤阳气 我们身体中最怕寒湿的就是脾胃了 寒湿阻饿脾胃 脾胃虚弱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无法很好的运化转化 那经过脾胃运化的营养物质也就无法很好的供给脏腑了 这个时候呢 脾胃不足 我们的消化以及吸收的功能肯定是受到影响了 那你想想 吃进去的补品是不是也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和转化 脾胃出了问题 所以补品无法有效的被身体吸收 从而堆积在体内 就好比肥料一样 堆积太多也会伤到庄家 最后这些补品会郁节生热 从而出现上火的问题 所以我们得把脾胃养好 阳气不足 然后还得把寒湿给驱散了 这样再去补的时候就不容易上火了 那我今天分享的忠诚药就是父子李中丸 他含有父子党参 白竹和干姜 既可以补羊散寒 又可以健脾驱失 把我们的脾胃比作一个大锅 吃进去的东西呢 就是食物 食物要想熟得快 这个柴火啊 肯定得够 而父子李中丸啊 可以给我们的脾胃啊 添柴加火 提高我们的消化能力 除此以外呢 那如果你体内啊 湿气太久了 还可能巨湿成痰 虽然出现痰湿的问题 除了有脾胃上的问题以外 嗓子里啊 还总是有痰 痰多吐不完 平时还很容易感到乏力困倦 早上起来啊 没有精神 浑浑饿饿的 而痰湿呢 就相当于土地里的杂草 它也会阻碍我们身体的消化和吸收 所以这时候啊 我们就要先化痰 再来补羊 这样体内阳气足了 痰湿没了 脾胃强壮了 补品就很容易被身体吸收了 那也就不容易上火了 好了 今天关于中医的内容啊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